我们等会有人在线上 OK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Jazz 今日反弹 Live with Jazz 所以今天我们访谈的主片 就是这个月的全部焦点 就是我们的Zangosobo 见证片 然后这个呢 今天的反弹的男主角 是一个不怕 不怕 不怕 怎么讲啊 不借口的糖尿病患者 我们让他来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Philip来自帝城 Philip今年几岁 63岁 Brother Philip 我可以请问你一下吗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到自己有糖尿病的 当时是一场车祸的时候 在2016年 就是你脚 Alora Pen's的脚的那个见证 那时候在金尼海盗的时候才知道 还发现到我有甜尿 所以伤口就比较难密合 很难复原 后来医生跟我说有甜尿 所以是下了 我刚才说你有十二点多 这样高了 所以你要 他没有征兆的啦 没有的 什么都不知道的 还发现到有的时候我就知道 我家里人都没有遗传的 没有甜尿病 这样肯定是你自己吃来的 我是最爱吃的 我不以为我没有季孔而又来 我什么都没有吃 这样你一发现到这个糖尿病是大概几年前呢 呃 就是2016年到现在咯 4年了吼 在2015-2016年的时候 你患上糖尿12点多的时候 你有开始吃西药吗 有 我开始吃西药 那时候一直在吃西药 在控制住 可是他吃下来都是有到八 九 有时候只是这样咯 你有借口吗 没有 就是没有借口咯 所以你的糖尿12点多的时候 吃西药的时候没有借口的情况下 他还是八到九那个糖尿的指数啦 对 嗯嗯嗯 然后之后呢 之后 之后就一直以来 对 之后我就 呃 有 知道了 呃 V公司有一个产品叫Zangozo 那时候我就开始吃了 嗯 开始吃了我还是 呃 还吃下去 还是会比较 呃 下降点 对 进行的就会好一点 嗯 而且也开始销售了 那时候 哇 那时候真的我得意很好 那个得意不浅 不过这时候 你还是没有借口啦 还是不一定借口 因为我不能借口的 我很爱吃的 所以说 你还是有再次吸药吗 那时候 哎呦 还是有再次吸药 配合 那医生有跟我讲 他说 你一定要借口的 你不借口啊 你迟早你会聚脚的 他跟我讲 跟你讲了你又不听 我就是不能借口 不能借口的原因是因为糖尿病 其实在在脚没有伤口 没有烂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对 他完全没有自觉的 所以才会很难借口 因为他不会吓到你 对 我们因为啊 我们我们吃东西 我们不知道的 吃吃吃 医生说就跟他吃就跟他吃 吃一点一点一点 这样我们就没有发觉到的 哦 又没有症状哦 一样吃一点就很够力了 对哦 他又不会说你头晕 什么都没有的哦 什么都没有的哦 就因为你没有什么征兆 没有不舒服感 所以你一下子都不借口啊 啊 对哦 哈哈哈哈 这是不良的示范 在亲自来的各位朋友 千万不要学 Brother Philip 对对对 你们千万不要学我 因为我其实真的不能借口 哈哈哈 所以你是在糖尿12点多 然后后来结束 比异产品的时候 在也没有借口的情况之下 配合西药制 他是有点一点点 人也瘦了 精神也好了啦 对哦 然后过后呢 MCO整整个期间 千万没有来之前 MCO更加惨 我更加乱吃 因为 因为家里人他们买什么 我就吃什么 因为我没有得选嘛 所以我最初是哦 我看到你自己煮 那个阿嘎阿嘎吃了 对啊 又有糖水 又有糖水 哇 又吃蛋糕哦 他们又买蛋糕回来哦 我又这样吃 但是当时没有千万不要吃 你还是照吃这旧的 价格说配 还是你都没有得吃啦 啊 已经完了的 我已经完两个月了的 所以 那时候 西药咧 西药我是照吃咯 照吃咯 MCO说西药照顾你啊 照吃咯 啊 西药照顾着你 在 控制住咯 因为我怕 没有价格做帮助 我就会 怕血 一下子上来的时候 我就麻烦了 是是是 所以你在整个MCO期间没有照顾饮食 不过有吃这些西药来做控制 因为没有得吃 呃 Zangosso了啦 然后Zangosso 那天我在VC见到你的时候 我还是看到你乱吃的哈 吃几桌的糕点 啊 然后当时我们就验了这个东西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哈 又就验了这个 呃 Brother Philip的血糖哦 当时这个是在5月26号院的 对的Brother Philip 对 7点26分就是5点半 要靠近5点半的时间 对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时候你是讲的饮食状态的吗 几点吃 那时候我早上 早上吃早餐的时候 我吃的那个炒鱼粉 然后下午 下午就吃 我家里煮那个东洋啊 我就很喜欢东洋的 我吃一盘大盘的饭 加东洋盘出去 白饭啊 哈 白饭 因为 甜料病的人最 最记忆就是吃白饭太多的 你又吃 我呦 我就是不冷咯 看到这样 那个东洋盘这样好 所以我就 我就加多一点饭咯 那天就 下来 BC就碰到你了 你叫我来来来 抓你来验啊 抓我来验 一看到哇 14点3我嘴巴被杀掉哦 而且 这个是你下午几点吃饭啊 下午你吃饭 是东洋盘吃咖啰 一点多吃 但是这个已经5点半了 4个小时之后了 他还是这样哦 这样高哦 14点3哦 但是当天是有吃西药吗 那天是我没有吃西药的咯 啊对啊对啊对 14点3啦 所以这时候就吓了你一跳啦 对我吓了一跳 这样高哦 我说我从没有讲高 吃这样多白饭还加饭不高的假啦 就是咯 然后 然后过后 过后我就 我验满了 我就说哎呀 肚子好像有点饿了嘛 又看到 哎 又看到刚好有那个红豆冰 鬼 红豆 没有不是不是 5月26号哦 哈 5月26号我们验这个 14点3过 你还有再吃东西没有 还没有 啊 啊吓到我 这样高还敢吃 我就回了 回了我就 啊再再心慌了 我就死了就是 呃 不能再吃什么东西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 我就起来就 啊 抛那个 啊 三十四点来吃 嗯 吃了一包 然后什么都不敢吃了 哈 嗯 什么不敢吃 我又要下山客一下 要买东西我就下来了 我什么都没有吃 但是 这个是三天了咯 5月29号了 5月29号了 然后你又抓我来验鸟 这个是空腹的情况下咯 完全没有吃到 一直到下午 2点多 啊 还是6点4 对 啊 这6点4 我说啊 还好啦 自己安慰自己说 已经下来了 6点4很高啊 空腹 还是 还是还好过那天啊 那天 是 不过这时候我开始叫你加量吃两个高手棒的 对不对 对对 你怎样吃 你怎样吃 啊 我是 吃10日哦 哈 一天几次 啊 一天我吃3次 ok ok 有吃10药吗 啊 没有 因为我要试试看没有吃10药的结果怎样 啊 午餐 晚餐 早餐 有照借口吗 还是还是一样吃8次 还是一样吃 啊 还是没借口啦 还是没借口的情况之下 这5月29号验空腹6点4啊 啊 然后 你就马上去吃 什么啊 所以我就饿的不能顶了 有一天来的 我就 抓起一一碗那个红豆糖来喝 糖水 嗯 糖水一喝下去 马上又来了 不过 是 还好过那些啊 那些啊 第一天的时候 呃 2点10分的时候 空腹6点4啦 5月29号 这时候开始吃 Dangosuo Bo 然后 有肚子饿跑去吃红豆水 没有去吃纤维啊 就同一天的 16点15分 就是4点多啊 两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就吃了红豆汤 上到10点去 不过好过第一天了哦 对对对 啊 对对 所以我说 啊 还是那个Dangosuo Bo 有帮到我咯 嗯 但是这时候也是还是一样 没有吃西药啊 呃 没有了 我是要吃西药 不可以了 啊 要不可以自己做医生啊 哈哈 这个是不 等的宣告 这个不能 呃 教人就像我这样咯 不好了 所以 请着LIFE的各位 请不要选Brother Philip啊 医生还是最专业的 请教一下 可以配合我们的food supplement一起吃 不过请着 医生的那个指标哦 不可以自己暂停到西药 对自己不好 对对对 啊 不过 借口也是一定要啊 不要像Brother Philip这样 哈哈哈 然后这个 5月30号的 这个时候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因为我从 我看了 我早上也是什么都没有吃 空步 哦 只吃了一包Sanet Milk 我就赶下来Sanet Milk 不过你这几天 都是没有借口 在午餐晚餐 还是早吃过 我是早吃饭 早吃的 哈 我是早吃的 哈哈哈 都是你是没有借口啊 因为我是那种很容易兔子饿的人 所以我不能借口啊 吃什么什么 因为有时候看到什么啊 就想吃了咯 我是看了人 所以我现在要开始要借口一下啦 要吃那个糖的东西咯 希望是这样我能借到咯 对现在在没有借口情况之下 加量Sanet Milk 5月26号的时候是14点多 因为5月26号其实也是算空腹啦 因为你吃了15个小时之后才咽的嘛 所以但是就5月30号的时候是5点8咯 嗯对 3点多 这个我看的是最高的 哈 还是高啊 还是高啦 所以就总结来讲是 虽然你在没有借口情况之下 吃Sanet Milk 但是不可以亲自停掉那个西药 不过你不小心停掉西药 就剩5点8咯 但是加薪鼓励你还是要借口哦 还是要跟着医生的提示 带配和人工收拨一起吃 我会尽量借口 哈哈哈 所以是从14点3店到差不多5点8 对 14点3的时候是几乎是吃饱 4-5个小时之后才咽还是一样这样搞 对 所以我现在我会打击到说 那些甜药 糖尿病者哦 最重要是要借口咯 不要乱乱吃东西咯 你会讲吗 你会做吗 是咯 我自己做不怕 就是 哈哈哈 不过我会怕哦 我怕看到人家在聚角的时候 会很怕我 哦 不过好彩一路来有 B1公司的产品 一直在 他会跟着我 所以我会 还可以啦 所以 要借口啦 借口啦 我会听你讲的吗 我会 因为 我听说大数中患上糖尿病的人都会比较消瘦了的 不过几乎没有的耶 我不会收我 就是奇怪哦 好啦好啦 这样就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一系列的B1产品游戏 是想购受 帮得到大家的这选堂指数 不过记得还是要借口的 如果没有你旧的垃圾 请存不到新的垃圾一直下来 这个 食物的保健品也无法真正如何帮到你多多少少了 虽然还是可以帮得到了 不过还是 建议大家要有良好的饮食习惯跟收拨习惯 真的 这是真的 还有什么东西要补充吗 Brother Philip 我要补充是 我呼吁那些糖尿病者 不要像我这样咯 不要停止吃药 因为医生要开 医生知道医生叫你停你才停咯 会讲人哦你哦 我会讲 不会讲不自己 所以我呼吁他们最重要要照顾咯 最怕就是聚角的 我本身也有试过一次要聚角 医生告诉我了 我没有聚 好彩我没有聚 我一直在吃产品 所以保健品会对我们真的有帮助的 你吃着Zangosobo 你喜欢吃Aurora Pen Soft 吃着Shiroto 吃着Slanders Mere 你还吃着什么 全部传品都有 哦 蓝藻也是有吃的 有有 蓝藻也是有吃的 好 谢谢 谢谢Brother Philip的分享 谢谢你 所以呢 Jesse 今天反弹就要接近尾声了 所以今天我们反弹的这个见证品就是Zangosobo 当然Brother Philip的 有一些生活习惯还是没有改 还是没有借口了 然后而且还自己暂停有需要 幸好有着保健品的这个寒味 不过Jesse还是鼓励 一定要跟着医生的那个劝告 然后记得照顾饮食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然后希望Zangosobo可以帮助更多的糖尿病患者 因为糖尿没有什么大的症状 有些人没有太大的不舒服感 完全没有的 所以就比较难借口 但是要有危机意识了 你现在感觉不到 但是不代表以后不需要等到以后 真的需要计较的时候还是严重的时候才来后悔 所以要记得照顾好自己身体健康 健康股价 所以今天的Jesse今日反弹 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所以我们的Zangosobo 6月1号正式开始 6月13号是我们的 One World One Launch 记得留守我们的BE的这个网站 网页里面 我们6月13号 有一个One World One Launch的这个Zangosobo OK 我们的反弹到这里 Bye 谢谢你Jesse Bye 谢谢大家